好 今天繼續下一個問題 想知道的都買應該在書中了吧 難道哪怕還有更多不為人知的秘密會在第二本書中出現 那就期待囉 因為那本書其實沒有寫出全部啦 因為以前從退伍之後到最近的這幾年的這份工作 這中間換了八份工作 其實還有很多沒有寫在書裡面的 那些事情其實都很有趣 然後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搜尋牛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裡面有網路創業的故事 還有其他總共有400多篇的文章吧 如果你有空再去看吧 然後呢 如果你有購買這本書的話呢 我有做一個活動嘛對不對 如果不知道的話你再line回給我 就是如果你有買書 然後上傳你跟書的合照到Facebook上面去的話呢 你這個截圖回傳給我 我就送給你一個 15000塊的課程嘛 之前有講過 那裡面有八段影片讓你去看這樣 有做這個動作就可以參加這個活動 那那個八段影片裡面就有講到很多新法 就是我沒有公開在網路上講的一些新法 包含怎麼去獲得那麼多媒體的資源 好下一個問題 其實還好耶 做人做事的觀念分享吧 嗯沒錯齁 這個是 我的看我的臉書我常在做的事情 呃 牛奶爸你好 我希望能跟牛奶爸學習所有網路行銷 懶人包的行銷技巧 讓自己的收入增加 能夠趕快存款買到屬於自己的房子 能讓家人生活過得更好 不再會錢很煩惱 真的謝謝你也很高興能夠有機會跟著你學習 謝謝你牛奶爸 嗯好 OK 嗯 呵呵 對啦 好啦 你就趕快報名那個吧 牛奶爸網路行銷懶人包 跟影片行銷懶人包吧 有報名的話呢 都會獲得很多 這個 嗯 終身學習啊 不錯齁 呃 想要了解LINE AT及Facebook架設網站一起 如何快速串聯LINE AT快速的好友變多 這個書裡面有講過了齁 把書看完就有了 好下一題 哦 人生低潮的時候在心靈 在心理層面跟執行層面做哪些行動和改變 進而人生逆轉勝 哇 這真的是個心靈的問題啊 人生低潮的時候是在我 呃 要 第一個最低潮的時候就是在我 剛退伍的那個時候呢 我已經 自信滿滿的去 在退伍前就已經找好了一份房屋中介的工作 齁 齁 那 其實我的個性是屬於比較內向的人 那我去做業務工作來講 對我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也很痛苦 然後呢 剛開始進去很不適應 因為要一直去陌生開發 然後 呃 要跟那個很多屋主去洽談 簽委託 就希望他們房子讓我賣這樣 可是因為23歲 那個年紀 根本不曉得怎麼去跟客戶喇勒啊 天南地北聊天啊 還有人生經驗也不夠啊 我不曉得要跟屋主聊什麼 那屋主 大部分都是五六十歲的人啊 那那個年齡那個經驗 跟我現在 跟我那個時候23歲的年齡 其實差滿多的 所以 我根本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 然後我也不曉得跟他聊什麼 所以呢 那段時間非常的痛苦 我不曉得我到底能夠怎麼改進自己 那店長的要求呢 就是 來我示範給你們看 沒關係 來走 那所以我們 我們就 OK我們去看到紅單子啊 要去簽委託書 要去陌生拜訪 開發屋主 這客戶的時候 那有一兩次就是 好 那我們就帶著店長一起 我們就騎摩托車一起到那個 客戶那邊去 房子要賣的客戶那邊去 然後坐下來呢 那店長就示範給我們看 他怎麼跟屋主聊天 哇 然後 不看還好 看完之後啊 看完之後我更沮喪 為什麼看完之後更沮喪 因為 因為 店長他本身已經有很豐富的 經驗 所以他跟屋主聊的東西 是讓屋主覺得有收穫的 屋主覺得有收穫 那我們是菜鳥什麼都不懂 那 譬如說有一次 有一個屋主問我說 好啊 那你幫我估一下 我的房子大概可以賣多少錢 那 那個時候 沒有教這個啊 我也完全沒觀念 也沒有去學這方面的知識啊 以前 中介經紀人是不用考照的 以前啊 那 那個時候才八十 民國八十六年嘛 那我們沒有這個證照 也沒有這些專業知識 那屋主就這樣問 我 我當下就傻住了 我也不曉得 我能怎麼 怎麼幫助他 那屋主就會覺得說 我什麼專業知識都沒有 然後去 只是想要跟他簽 簽委託 可是卻沒有辦法提供他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然後就被打槍啊 所以我每天都過這種生活 然後每天都強迫我們都要出去陌生開發陌生拜訪 可是我們又沒有時間去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 所以我就當下覺得非常非常痛苦 我真的不曉得跟屋主聊什麼 所以那個那個是我第一階段人生非常低潮的時候 那那份工作離開之後呢 我就想那我到底能做什麼 23歲那時候我到底能做什麼 就去找工作 可是又不想要做內勤的工作 因為我一直想要挑戰業務工作 希望賺到錢嘛 我剛退後那時候 希望賺到錢啊 那內勤工作薪水可能比較低啊 而且我不想一輩子都做內勤工作 那這樣這樣我的人生就沒辦法翻身啊 所以那 那個第一份工作讓我非常痛苦 離職之後呢 我又跑去做那個 我跑去賣車 賣車賣了半年之後呢 那段那段時間 覺得業務真的很不適合我的性格 所以 中間接下去的故事就是到了書裡面講的第一個 第一個故事了 就是後來為什麼我發現網路創業才 才是我這種個性的人 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到現在這樣 那那時候碰到低潮的時候 心靈層面和執行層面做的哪些行動跟改變 就是我書裡面講的 去發現自己到底適合專長做什麼 發現自己的 發現自己的專長其實有點困難 可是 就是不斷的嘗試 不斷的嘗試 那時候我中間換了八份工作嘛 所以 就是不斷在嘗試 我到底適合做什麼 因為中間的過程 其實我書裡面有沒寫到的部分 就是 但是我又跑去電子工廠當領班 剛開始做技術員 然後當領班 可是做一年多之後 我發現那種很routine的工作 就是每天之復一日做重複機械式的動作的這種內勤工作 我也沒辦法接受 我受不了 我到後來好悶啊 我受不了 可是叫我去做那個業務工作 開發陌生客戶的工作 我也 我也 沒辦法 所以那個時候我超級低潮的 就是 面臨第二次最低潮的就是 我內勤工作我也待不住 糟糕了 這種routine的工作 日復一日重複的工作我也待不住 那怎麼辦 糟糕了 所以後來我又跑去做業務工作 所以才會接到我那本書的開頭 我發現了業務工作其實 並不是用老闆教的 或主管教的那個方式 不一定只有那種方式 我後來開發了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用網路的方式 用email的方式 用寫信的方式 那那個年代只有email 沒有像現在有通訊軟體 對那個時候還有MSN MSN 對那個早期的時候還有MSN 所以這些網路溝通工具 對我來講 我用的非常的熟練 我發現我這樣子跟客戶溝通 其實是 對我自己來講 心靈上比較沒有壓力 而且不會受傷害 而且我比較擅長用這種方式去 比如說寫文案 或者是書信 或者是打字 讓客戶了解 因為這種電子化的溝通工具 比較好的就是我可以傳圖片 我可以去輔助我口才不好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可以傳檔案傳圖片 我可以打字 然後我有時間可以思考 慢慢回應對方 就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從網路創業 就這樣子 所以呢 進而人生 油膩轉勝 對啦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到現在這個 這個 到現在這個階段 所以跟你分享到這邊 就是人生低潮的時候 不要放棄吧 就是 繼續改變 一直去尋找 不斷的去尋找 像我換了八份工作 其實 算 對一般人來講算多啦 換了這麼多工作 就是一直去尋找 有些工作可能只做兩三個月 就沒做了 我也去過保險公司 又 擔任好 好幾種不同 人家說保險 汽車 直銷 房仲 這四大業務工作 我都已經去呆過了 然後 內勤工作我也去呆過 然後電腦工程師我也做過 到後來做網路行銷 是我最得心應手的 所以因為做過內勤 做過 做過業務工作 然後做過電腦的工作 做過這些工作之後 當過小主管 當過員工 當過內勤工程師 當過外面的業務 你就會站在各種立場去思考 每一個人他到底在想什麼 像很多公司他們會有派系 譬如說業務部的人跟工程部的人 常常會吵架 因為業務部的人是不管工程能不能做到 就直接把訂單接下來 如果你們在上班的人 你們一定會有這種感覺這種經驗 可是工程部的人都會覺得 這個明明就不能做啊 你們業務怎麼亂接單呢 所以 又跟工程常常會有這種衝突 那我 擔任過 業務 部的人也擔任過工程部的人 所以 我就非常能夠體會 這中間到底應該怎麼溝通 所以你要站在別人的立場 去跟別人做溝通 那你的網路行銷會做得比較好 因為行銷本身就是靠溝通 那溝通的好 最主要是要站在別人的立場來想事情 那你才能夠彼此有共識 而且能夠引發共鳴 所以這些職場各種不同角色 換過這麼多工作 其實對我現在的工作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就是網路行銷的一些心理學 這是很有幫助的溝通的一些心理學 你能夠去體諒別人抱持同理心 這個非常的難得 那如果你沒有那麼多人生經歷的話 你反而沒有辦法去理解我講的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我覺得提的非常好 它是蠻心靈層面的問題 那 唯有突破這些心靈層面的問題 你再來好好掌握這些科技技術 你會發揮的更棒 那如果你只是會這些科技的工具 只是純粹去學這些科技的工具 可是你不能理解 跟人家溝通的時候 到底應該用什麼話 應該寫什麼文字 應該丟什麼圖片 應該錄什麼樣的影片 那你如果這些content做的不好 你的溝通效果不會好 不管你用什麼工具都沒用 即使是你大量的跟人接觸 可是跟人接觸中間的這些溝通過程的內容 你如果做的不好 那都沒效 以上是跟你們分享 好啦 記得 2月1號 我們要抽出民宿的4000塊錢的住宿券 免費一名 有四人房 免費一張 趕快去抽獎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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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enferas 你待遇見